三位老師在獨房 本宮合作要來完成這個豬腳本島 無關是算在食材還是豬腳的規定 都很緊張 如果要符合結果的方便 只要全部使用的食材 不可以超過30塊 像豬腳的需求的話 我們在滷製的過程之中 我們就先多經過一道油炸的手續 再把它逼油 那煎蛋的部分呢 我們都知道煎蛋的油量 可能需要比較大 所以我們採用日式的手法 用玉子燒的手法結合 一樣是傳統破布子的調味 可是這樣子所攝取到油量的話 就只剩下一點點 可能零點幾克這樣子而已 但新本在30塊和多隻貨 不過菜式一樣很豐富 而且在傳統客家的主菜 因為以前的人說要補充體力 口味比較重隻貨 他們才是配合現代的人 注重用心的觀念來製作本島 可能傳統的客家菜 我們要吃的話 都要上館子去吃 那吃當地吃的負擔對身體比較大 那我們所做的這道客家便當料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更貼近民眾 那甚至說民眾每天吃 那也沒有關係 更能夠了解客家的美味 第二號號的高雷之下 蔡英科老師基本參加客委會 基本的客家本島密密經濟 靠到實力一起重新的循環之下 拿到好心者 這道民眾也可能有機會 來接到這份客家好主意 設計的便當主要將來在便利操作 能夠流通 那客委會這份主辦的目的主要就是 在經濟不景氣之上能夠讓便當變成一個很好的平民食物 但是內容要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學校老師經過自己設計 四種菜來製作這樣一個便當 好好表現 考過這本的比賽 老師可以來挑戰自己 從這個時代以外 也為客家民視本化的團體 來進一本禮中 在這裡 您先採訪報道